大家好,又到了我们每周一次的幕后系列视频的时间了 那非常遗憾,现在又已经是周一的凌晨12点多了 所以这个视频发出来最早也是周一的晚上了 如果看得很快的朋友的话 你们要理解我说的是上周的事情 如果是很久之后你又来看我现在这个视频的话 其实对你来说可能没有那么重要 所以说呢,我还会在视频当中用本周的这个字眼 方便大多数人的观看 那本期呢,就是非常简单 想跟大家就分享两个事情 一个事情就是本周呢 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 那个我的之前提过的付费社群 有人付费了 有一个人付费了 有一个用户付费加入了我的这个内容创造者的知识星球 因为之前的我这个知识星球呢 就已经收过钱了 就之前我知识星球是另外一个主题 那以另外那一个主题呢 我已经有收集到这个十多二十位的这个付费用户 所以说之前已经通过付费社群 通过知识星球已经收过钱了 所以说呢,这次有第一个付费用户进来呢 其实我没有那么高的一个 没有那种说第一次收到钱的那种兴奋感觉 但是因为它是我这个知识星球 在主题转变之后 转为做内容创作这一块之后 第一个付费用户 所以说还是有一种内容被认可的感觉 也加强了我去做 继续做这个付费社群 继续做内容创作这一块的这一个信心 我目前这个知识星球呢 是有四十多个人 其中大概可能有二十多个人 已经过期没有续费了 就是之前主题的加入的那一拨人 那目前这个付费用户呢 是这期星球当中唯一的一个付费用户 希望他看到这个视频之后 不要不要觉得失望 然后马上退出觉得买错东西了 因为呢 这一个这一位付费的用户呢 他不是一个nobody 我看一下他的介绍 他有出过书 也有自己的 有自己在做的号 也有自己在做的课程 所以我觉得他还应该是一个挺牛的人 所以说他的付费加入呢 更加 更加有这种对我的认可 更加有一种受到认可 然后更加对前方的路有信心的一种感觉吧 而且那个 其实之前 之前有 关注我的人 就是关注我 就是有加过我微信 有看过他们朋友圈的 或者说 有些 之前我做过一些活动 去免费邀请大家加入 还包括之前主题的时候 付费加入我的人 我也都加了他们微信嘛 我发现 大家都不是nobody 大家感觉都挺牛的 而且呢 都是一个频道里面的人 所以说呢 感觉还是不错的 这次这个 有一位用户加入呢 我的社群 这个付费的社群 知识星球的这个收费呢 目前是98块钱一年 然后知识星球要扣掉20%的税 也就是说要扣掉19块6 那我自己剩呢 就是78块4 而且呢 这个收入 我应该是要 应该是要交税的吧 虽然我目前还不知道 怎么样的一种 什么样的形式去交 应该是要扣税的 扣过之后 要能剩下多少 我自个儿也不知道 就是给大家做一个汇报 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的星球的状况 本周的一件大事 就是这个 除了这件事情之外呢 就是下周的事了 下周呢 也就是这个周一 目前的这一周 我打算呢 开始刷墙了 在上期的幕后当中 我好像有提到过吧 我要刷墙的事情 那在这周 下一周呢 我就要 估计就要开始动了 所以说大家可能是 最后一次看到 现在的这个视频背景了 下一次再看到 应该不是已经刷好的样子 可能是正在施工中的样子 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 正在施工中 给大家在工地拍一期幕后 刷墙的过程呢 我也会 即使 我也会都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做成视频 给大家看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 就是 我拍视频 拍视频的节奏是有了 可以比较随意 比较能够把控的 把控一个产量的 去给大家拍视频 但是 但是我剪不出来 我咋了很 之前有跟大家提到过的 很多视频 已经都还没 都还没给大家看到 然后呢 接下来这个去刷墙的话 又有一大波视频来袭 然后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 及时的给大家 给大家发布出来 所以呢 希望大家能够期待吧 我自己也比较期待 刷墙的这样一个过程 虽然说也挺 也挺烦躁的 就是 大家有装修过的 或者说 有听说过别人装修的 也都知道 在我们 在我们现在 这个市场里面的话 装修其实是一件 劳心劳力的事情 尤其是我现在这样 自个儿去DIY的情况 更加的要去 各方面的东西 都要去劳心劳力 觉得有点烦 但是呢 又有点期待 不过呢 大家看视频 应该都会比较愉悦的 好 那本期呢 就到这里了 那谢谢大家的观看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